那它就C2啦 複製就變C2 值的話也是On Enter一下 那這邊的話C3 裡面的值的話 核弦的值也是On Enter一下 然後呢 這邊也是On 那是C4 好 這樣的話 表單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呢 再來看一下就是那個 第二個 我按送出 它會丟給第二個 第二個會怎麼樣 幫我去Check 就是收到這幾個值 有沒有 所以我們用Pause 所以用Pause就可以接到 這裡面的值 另外有打勾的 如果什麼 裡面有被打勾的 那怎麼判斷它有沒有打勾 有打勾接收到要的東西 然後呢 再去做後續的動作 逐一來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打開第二個 裡面 哇 什麼都沒有 一個頭一個尾而已 而且頭還沒有完整 還沒有少加一個PHP三個字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加PHP三個字 也可以啦 因為這個 但這個其實如果你沒有 它在PHP裡面也有 這邊插入一個什麼 程式區 有沒有 那只是說 它是在同一行 你如果要分別不同行 你Enter一下也可以 然後第三個 網頁裡面有沒有 也沒什麼 這個中間要你自己寫 所以這裡的話 傳過來 第一個 把傳過來的值先接收到 再做後續處理 一二三丟過來 然後再來就是C1到4 總共的話會有七個東西 那這個 核選方塊裡面放的是on 如果它裡面有打勾 那就on 沒有打勾就空的 那不管啦 反正有 我們判斷有的話就執行後面 就是做它那個 加減乘除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程式如何轉 第一個的話 然後前面蠻多是一樣的 就是說第一個 因為用Post 所以我們用Post方法 把T1接到之後 分別放在N1 N2 N3 OK 總共會有三個數字 再來的話 把C1到4 放在1234 不過後面這四個 那比較嚴謹的做法是 如果裡面空的就不要放 不過 其實也沒差啦 反正放進去 裡面沒東西 那頂多是那個物件裡面 就沒東西而已啦 OK 是不影響啦 所以比較簡單的寫法 當然比較嚴謹的做法是 再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裡面有沒有放多